謝謝主席喔 請一下李部長 部長請 賴委員早 我想先請教一個個案 雖然個案可是外界的觀感 外界整個也蠻重視這個案子 前一陣子富邦在標一個國有財產局的地 他搞一個烏龍標 然後說上一次我們看的媒體弄得很大 說他虧了要被沒收八千多萬 結果今天最新說確定 就是只沒收294萬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要不要講一下 這個個案我也特別去了解了一下 當然我們政府一定要依法來合客 就是說各種的東西 它有一個法律的規範 那當事人他自己做錯了這個壓標金放那麼高 但事實上實際上我們所公告的壓標金是200多萬 我們只能沒收公告的壓標金 你放多少沒有關係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以放兩億三億 基本上我的了解他們昨天也開會 我們國產局也為了慎重 所以邀請了相關的法務單位 相關公共工程 相關的這些單位來指教 大家覺得是說應該是依據公告的那個數字 換言之他講壓標千多萬 只是呢為了要聲勢嚇人說 你看我要壓這麼多代表我要出價很高 我要取得這個標 跟那個沒有關係 要不然怎麼壓標 公告200多萬怎麼會壓一個八千多萬 所以他說是弄錯了嘛 弄錯了嘛 全部都弄錯 就是弄錯啦 還會出來會出錯啊 對不對 他今天他等於要棄標嘛 棄標的話我們行政機關就要來扣他的這個壓標金 不知道是扣多少呢 是扣八千萬還是扣兩百萬呢 就看這個我們相關的規定 就我初步的了解 他昨天才前天才 昨天開會 對 外界會質疑說怎麼噴到這個就轉彎 不會啦 所以我們很慎重的處理這個事情 好 第二個齁 今天這個法齁 其實這是一個幾乎等於是 覆改會在做的事情 事實上當時覆改會 他這個幾乎是包山包海齁 我的感覺啦 剛才有人講這個霸王條款齁 我的感覺比較像那個 等於稅改的一個統一教一樣 類似這樣子啦 他要希望是把各個宗教的精髓 都把他結合在一起 說 唉以後你都不要信了 信我這個教就可以了 這個教全部cover everything 這樣 事實上 假如這個案子通過 有很多把彼此之間是打架的 那沒辦法處理 那是漢格 漢格不入了 這個東西會很麻煩啦 這個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的稅法有15種稅法 另外加一個程序的就是 稅間激增法 它是相互運作的 同時要配合我們其他部會的相關法規 可是我要提醒齁 他裡面提的若干的精神齁 我覺得財政部應該認真來看待 比如說 他說啊 這個遞收入付的 就不用繳稅 這一部分我覺得 你應該認真去 就是 免稅額扣除 免稅額提高就可以了 比如說 出稅法定主義 這個我們一直在主張出稅法定主義 部長 我給你 我給你一個數字 最近 我講了幾次 我再講一遍 而且這個數字是update過的 最近十年大法官的解釋 總共有182件 第500號到第681號 就大法官的解釋 何等重大的事情 大法官解釋 最近十年來 有182件 其中 他解釋 有關於租稅的 有35件 有35件 租稅的案 而 經過大法官解釋 是違憲 或者違法的租稅案件 有16件 部長 這裡什麼意思 這就告訴說 大法官解釋 你看 十年只有182件 平均一年只有18件 我們租稅 就佔了35件 很多 這裡面有一半 你被人家解釋是 違憲 或者違法 那裡面 違憲 違哪個憲 我就呼應一下羅蘇蕾委員 剛才所提的那些東西 他裡面的做幾票幾票 都呼應在這裡 這是老百姓的新生 請部長 你認真聽一下 大法官 是什麼 第一個 違反租稅法律原則 所以 我說這個法 雖然這個法是個拼湊式的 我想沒辦法去支持 今天讓他通過 可是他的精神 我們常常講 那個點 你看 大法官都說 你們很多解釋令 違反租稅法律原則 第二個 違反比例原則 什麼叫違反比例原則 就這個東西啊 看一看啊 這個東西 就犯規就犯規吧 結果你罰五倍啊 罰十倍啊 罰三十倍啊 大法官解釋你啊 最近的事情啊 六十號的 的理由 宣告違憲 我再跟你強調 你最多的地方是什麼 大法官覺得你啊 你們財政部啊 要打屁股的地方在哪裡 違反租稅法律原則 就是你們太多的解釋函 來扣人家的稅 老百姓不服 老百姓憤怒 很多的民怨 第二個 違反比例原則 給進來不夠啦 罰緩倍數 這個做調整了 部長 還是很高 那當然我們 還是很高 人家大法官已經跟你這樣講了 有啦有 再過來看喔 我們看到 稅務的宿願 剛才講的 那真的是 天怒人怨 你剛剛提到 沒有錯 什麼什麼什麼 萬分之幾 總共宿願每一年四千多件 對吧 四千多件 可是呢 可是呢 你們喔 我也呼呼一下 羅書寧剛剛講的 你們那個 裁判書喔 就跟你們原來寫的都一樣 官方的文章都一樣 官官相符 為什麼 就簡單 你們的 你們的 護審委員會裡面 你們的 術院委員會裡面 通通是自己人 關起門來 術院是有外部的委員 幾乎都沒有 術院有外部委員 百分之多少 三分之一 蛤 有啦 術院委員會 我要寫提案了 是 我要提案了 我要提到三分之二 部長 這是 准法庭的概念齁 結果都 你們都是你們自己人 這個齁 部長 聽我講完齁 我可以告訴你 那個護審齁 護審幾乎就是你們的東廠 這樣說得快 大家聽得有 不會啦 大家聽得有 沒有必要 因為 趙元安 我再跟你舉個例子 部長 我再跟你舉個例子 我再跟你舉個例子 部長 是 我前幾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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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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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